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是2022年7月13号的晚上 那么欢迎回到虎啸人生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哎呀这个讲到都累啊 跟你讲啊 那么上次我们讲嘛 那个你禁止鸡肉呢 送去新加坡 禁止鸡肉出口呢 这个生意呢 迟早被人家抢掉了 因为这个是两回事嘛 所以当时就有人来留言 哎呦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还要出口给人家 所以 就是大马现在就是给这些呢 不会做生意的人呢 完全没有生意头脑的人呢 去管这个国家 所以呢 就管到这样一团糟 还好啊 还好啊 还好首相不是那个环境部长座啊 还好首相不是塔租丁啊 塔租丁做首相就完蛋了 跟你讲嘛 现在这个呢 你看 所以 所以 不会做生意的人呢 真的不要出来多讲话 真的不要出来做首相啊 真的不要出来管国家了 因为你自己国内的人吃的鸡肉呢 跟出口的 是两种不同争议嘛 人家是专门养来卖新加坡的 跟专门养来卖给马来西亚人吃的 是不一样的哦 听那些金融讲说 哎 那个去新加坡的很严格啦 那个吃的料通通要好的啊 通通是什么的 那马来西亚的呢 哎 哎 讲讲就算啦 也就知道你们生cancer的不要 哎 两个国家不同嘛 不同规格 不同规格去养了嘛 啊 所以是两种不同的生意嘛 不可以分为一谈嘛 好了 现在呢 印度尼西亚看见这个机会啊 啊 直接跟你抢掉了 他5万斤的那个鸡肉呢 现在进到那个 新加坡 按照新加坡的规格呢 做了那个鸡肉健康干净的 那个鸡肉呢 通通进去了 所以这个生意呢 英尼强掉了 啊 所以啊 大马 你不要变弱啊 你不要以为呢 太那种什么 环境不斩啊 塔注定啊 这些这样的人啊 山洞出来 树上下来的人啊 去做首相 什么不要紧 去管国家 不要紧 不可以这样子的 啊 良性竞争 我们的邻国呢 啊 所有的国家呢 都还在虎视 单单啊 在良性竞争啊 看你大马 出一个这样的那个领导人啊 人家就在抢你生意啊 拿走你生意啊 啊 然后人家又等那个嘎嘎 啊 大马人还在那边 傻傻在那边等嘎嘎 啊 结果讲讲讲讲讲到 那个那个那个 我们那印度人不长生气啊 那个很生气那天 那就去跟印尼讲一通 啊 他说 印尼说OK啦 结果来到这套人啊 舍不路咯 啊 那你就问他 啊 听错是吗 我们讲舍不路吗 哪里跟你讲舍不路里布 被印尼啊 狠狠羞辱啊 你现在你要印尼的看看 印尼如何如何修辱 还是修理 这个这个我们啊 你看现在的政府啊 多惨多没用啊 啊 因为呢 印尼呢 看见大马变落呢 印尼呢 要取代大马 印尼要强势崛起 彻底的把大马呢 抛在后头 所以未来的大马人的子孙啊 以后就要跑到印尼 到转了到转了 跑到印尼去做工了 啊 所以印尼呢 最新宣布呢 印尼人不可以来大马做工 冻结印尼劳工来大马 因为他要现在要盗版了 要大马劳工去印尼做工 啊 以后你看我们每天讲 我们看到印尼人呢 啊 哎 我们喜欢这样讲的 哎 哎 哎 老板 哎 哎 哎 就是 以后呢 打在印尼那边呢 哎 哎 哎 有没有马来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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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总啊 20个马来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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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20个马劳 以后在印尼呢就是这样子 大马人呢跟印尼都倒转了 所以呢你看 大马人还不要改变 还不要新啊 还要损这种人啊 继续领导国家啊 所以你的后代呢 大马人的后代呢 一定是在印尼的 来来来来 马劳50个 这个就是大马以后的命运 来我们看新闻啊 所以呢 印尼冷冻鸡呢 入口时辰了 现在拿到批密整部健康 手术就完了 然后印尼呢冻结人的老公来大马 所以你看 大幻天喜地啊 现在新加坡人是印尼鸡啊 跟着新加坡规格养的鸡 一口气呢来5万公斤 那么这5万公斤呢 本来是马来西亚的生意 本来是马来西亚的外汇 所以大马天天要补贴呢 靠什么钱 靠这些吗 靠那个基隆 马基隆卖去新加坡 赚了钱那个还税交税吗 大马才有钱吗 才有财政收入吗 现在生意也给印度尼西亚抢了 把一百抢去 这个是一去不回头的 很像吃了印度尼西亚的鸡 不错嘛 印度尼西亚国家这么大 你要他养多少都可以养 只要在尿内群岛养 就不要尿内群岛养过去就可以了 在对面罢了嘛 这也是一样进嘛 所以一去不回头了 这个生意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首相又在做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 Petronas发生大大大事情 Petronas的资产给苏鲁苏丹的后台扣押 他到现在还不讲 N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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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Tajuddin 就是Tajuddin没有给委任专做印尼的大使 也是Nanti Nanti Nanti Petronas跟Tajuddin都会发表文告 他什么都不用讲 所以不行了 这个真的是不行了 他看样子呢 我们可以靠到倒数 看他左边下台 他不下台呢 哎呀大马人的后代啊 一定只跑到印尼去做马牢啊 做马赖仔啊 做马牢啊 我跟你讲啊 不是讲这样难听 这样的领导人领导国家 国家那里有前途 这是你看面子都不给啊 冻结输出劳工来嘛 所以这个我们的那个 印尼劳工呢 不会再来大马的啊 包括那个卡卡呢 不管是那些做建筑工人 那些外劳呢 他们不会再来马来西亚了 因为 印尼西亚已经比马来西亚强了 他干嘛 要来大马 马来西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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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哪里要来 所以呢 由此可见呢 这个大马呢 现在真的是一个转类点啊 大马的这群政府呢 这样的领导人呢 这个国印呢 转率印尼呢 结结 张神的生意 你看鸡肉生意 你就给你channel咯 channel 那哪个人还不省觉咯 还是人家 而且没有生意同好 还是不懂啊 等下还是有人讲咯 哎呀 还是搞不清楚 生意是生意 那个国内的supply 是国内的 这两个东西 还是搞不清楚啊 数学都不会算啊 是不是 那来我们继续看新闻啊 这个中油课题 我们讲过了 这个是给印尼西亚干掉了 这个 现在有原中油期货呢 跌到那个跌破4000了 这个是要 听懂一下 刚我们以前我们讲过了 以前我们不讲了啊 然后呢 那个大马的这些光源啊 数学都不会算啊 数学都不懂怎样算啊 很简单的数目都不懂怎样算啊 最新最新我们得到的 那个通货本站转价的消息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史力啊 那个Henecon啊 那明明呢 铁证如山脉 他讲说 涨价6%到8% 看好6%到8% 我们的Henecon 涨6%到8% 但是呢 大马的通货膨胀呢 数据出来呢 2.8% 喂 这个酒都涨到6%到8% 你为什么讲通货膨胀 叫2.8% 你到底怎样算的 啊 美国最新数据出来 9.1% 哎呀 我们韭菜人生 我们都没有喝这个东西 这个是哪里 这个是不用算 不用算 我们没有喝 不用算 所以大马呢 会变成越来越恐怖的那个国家 所以这个 出事情的PATONUS 大跌啊 所以今天大马呢 一口气跌了 14.76%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跌 就是跌到这么严重 你看那天我们 我给大家损的那个题目呢 1415呢 已经跌破了 那么接下来就等 1400被跌破 掉到1300 这个大马的经济呢 基本上是完蛋了 大马越来越可怕 那天发生这件事情的呢 那一个马来人在那边呢 拖掉那个东西呢 哇 关那个俱乐部什么事啊 那间店呢 莱胜被感动掉 30天了 不可以营业了 啊 那个是人家在那边 表演去拖东西 又不是跟这个 这个店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个店呢 莱胜被感动掉 啊 这个事情呢 还在搞着啊 OK 然后呢 现在连雷神呢 都不给做 知道吗 雷神现在在蠢世界啊 上映到啊 啊 啊 人家票房赚到啊 什么啊 啊 大马呢 雷神不能够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你干脆雷神第一集 到现在 你都不 你都要禁止嘛 你要搞到这样极端 你看大马呢 将来就变成一个这么这么极端的国家 人家这个 这个漫威的雷神呢 已经全世界的上映了 就大马呢 不可以大马不通过 而且呢 根据 内部的说法呢 雷神呢 第一世纪呢 永远不会在 大马上映的 因为呢 它有那个 断秀 它有断背上的一些内容 啊 所以它 以后不会再再上去了 因为现在的 马威尔呢 它它会拍一些比较成熟的议题啊 就包括这个 断背啊 啊 这些断背的内容呢 这个马来西亚呢 是不可以接受 其实 其实人家讲的只是一点点 一小部分不了 大马呢 不给就是不给 所以大马呢 会变成很可怕 只要这个雷神不能够在大马上映呢 大马呢 就注定呢 会变成一个呢 很落后 很封闭 然后很可怕的 那个国家 听到你都吓死人啊 雷神不能够上天啊 这个国家还住得下去啊 是不是 所以刚才看见的这些问题呢 其实通通都是能够解决的嘛 这个雷神呢 那边你去修剪一下 那个片段再改一下什么 这就可以了 何必拿来禁止呢 还有那个 那天马来人脱衣服 那个 那个关那个店什么事情 啊 那个警告一下 开一个上班给他 就算了 你继续营业咯 那个人在你的店 虽然不管你是 但是我给你一个上班 就算了嘛 就这样子嘛 那你可以叫人家来生干动掉 是不是 啊 全部都是人可以解决的事情嘛 反正这个肌肉 现在给印尼抢去了 这个本来就是马来西亚的生意 这个本来就是 你政府应该要保住的这个 export的 export的是另外一回事嘛 啊 啊 国内人是的是另外一回事嘛 是不同规格的嘛 不同方式一样的嘛 啊 啊 这个通通都是人可以解决的东西嘛 就是因为一群呢 不会 那个连数学都算不好 那个9.0.8% 他跟你讲通货本价叫2.8% 啊 啊 这样简单的数学都不会算的 那个人呢 在管这个国家呢 这个国家怎么办 啊 所以以后啊 去印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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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那什么马来西亚啊 啊 都没有人要啊 啊 人家讲到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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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大马人呢 就是处处给人家笑 处处给人家侮辱 啊 现在都已经开始了 看到我们的首相家 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家呢 人家天天在笑我们 天天在笑笑我们 知道吗 所以呢 才当成了这个 虎年呢 才出现了我们这个节目 叫虎啸人生啊 真的啊 虎啸人生啊 开心啊 看开一点啊 最需要改变啊 是不是 好了 那么这期虎啸人生 当时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我们下回见 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 好 更 operations 好 这个 我们下回见